我们来看到美元指数7月全月下跌 是近2.6% 创了今年1月以来最大月的跌幅 特朗普在上台之后 推行改革政策的失败连连 也是让美元指数连跌了5个月 创下了2011年以来最长的月度连跌 回吐了特朗普当选之后的所有的涨幅 目前仍然是接近2016年5月以来的 最低的水平 而另外非美货币对于美元均是有所上涨的 欧元对于美元自2015年1月以来 首次是升破了1.18 那英报对于美元一度也是触及了1.3216 也是为2016年9月16日以来的最高的水平 好的 莫说我们一直在说 这个新冠上任三把火 但是在上周的时候 我们也看到这个特朗普的第一把火 就是关于这个医保的替代案 是受到了重挫的 那再加上它的这样一个税改的方案 也是迟迟没有推进 另外现在它这个内部 也可以说是阴霾重重辞职的辞职 这个被解雇的被解雇掉了 那么现在就有一些这个市场分析人士 就是说现在这样是一个情况是灰犀牛 那您怎么来觉得说 有没有可能这些灰犀牛 会让美国的经济陷入到困境 不会 因为股市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美国股市一路在创新高 那刚才你谈起美元这个贬值 美元贬值是特朗普所想看到的 特朗普一上任之后就跟这个联储记忆的这个主席 这个很直接的这个耶伦奖 我不希望看到美元涨 所以美元跌是大家都有喜欢的事情 耶伦也很高兴 特朗普也很高兴 那耶伦就在盘算明年年初 他是不是可以联任 他只要机器让美元跌 那他就可以联任 相反的美元涨 那可能就被特朗普炒掉 因为特朗普就不是希望美元强 因为美元落 对美国的这个竞争力 会有所提高 因为美元在奥巴马时代 最后的几年涨得太厉害 那现在也不是说美元跌 现在只不过是 这个从高峰呢 这个回过来 那也就是说特朗普上任之前 美元是太强了 那美元之所以太强 是因为当时呢 这个从奥巴马转入特朗普 这段时间 人们认为说 美国联储机会不断的这个加息 而且还为什么什么书表 什么一大堆的东西 那现在越看越不像 也不像会这么做 那甚至现在很多人在预测 今年不再加息了 今年甚至连12月也不加息 9月也不加息 11月也不加息 今年就不加息了 然后什么数表 IMF做了一个研究 说未来两年的所谓数表 依照这个联储机公布的 这个数表的这个规模 来算 他说实际上也等于0.22厘的这个 很小 这个加息的这个规模而已 所以全部加起来 都没有什么东西来的嘛 所以大家都觉得 那美元去年呢 涨过头了 那现在调整一下 是正常的 那我们看到这个美元指数 从上周到这个礼拜 已经是从94 现在已经跌到92了 那在接下的话 大家就非常关心的 就是有没有可能会跌破90 另外就是这个非美货币 会继续上涨嘛 那跌到90是好事情嘛 特朗普会更加的高兴 开心 而且这个美国股市 会更进一步的这个上涨 就好像三年前嘛 这个日本安倍上台 把日元这个汇价大幅度的 这个压下来 那日本股市不是涨了一倍咯 就是这么短的时间 一年一年涨了一倍 就是因为乐盐贬值嘛 所以经过很长时间的这个升值 那贬值一下是好事情来的 但非美货币也会继续上涨 对对对 那一个跌就是另外一个涨嘛 最主要还是欧元的这个 欧元可能会涨势比较好一些 对 因为这些首位的这个 你现在说的这个会涨 实际上这是因为以前跌过头嘛 如果说你跟两三年前比较起来 然后欧元地界跌了太多了 英镑也跌了太多嘛 好 谢谢曾渊昌博士的分析 好的 我们今天要来商情 就先到这里结束了 再次感谢曾渊昌博士 做客我们的节目 各的资讯 请浏览万TV的官方网站 以及微信公众号 感谢您的收看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